又是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是2023年的1月14号 首先呢,祝大家小年快乐 这里是云南普尔诺扎杜镇 我身后呢,是美丽的蓝昌江 先承认一个错误 最近两天吧,春雨没有正经的去做视频 也没有正经钓鱼 原因呢,是大前天呢 我开始头晕,出现了好多症状 我以为喜洋洋了 但是现在看来呢,是假洋洋 没什么问题啊 上边那排房车呢,是我的好兄弟 大院两口子,还没有起床 最近两天吧,春雨也的确很忙碌 昨天呢,咱们定制了石桶 石桶饮用水 春节期间呢,咱们饮水的问题就解决了 包括接下来,再来的朋友也不用定制水了 另外,昨天晚上呢 成都的五个,还有西蒙的老志兄弟 都过来看望我,给我送过来这么多青菜 腊肉腊肠什么的 咱们春节期间的补给呢,基本上就够了啊 还有咱们制作的这么多腊鱼 昨天呢,咱们跟大院兄弟吃的是自助烧烤 今天是我们北方小年 然后呢,还是要包饺子,然后炖鸡 遗憾的是鱼肯定吃不成了啊 清户了,户里没鱼了 因为昨天呢,是咱们普尔降温的第一天 一口没有啊,一口没有 自从咱们到了诺达都之后呢 水位已经退下去有三四米了 挪了两次吊台 看现在这个吊台还是在上面 现在是早晨的八点半 今天的太阳处的是最早的一天 先跟大家分享一波景色 咱们坚守南昌江呢 今天是十天了 目前呢,最大的鱼呢是十五斤的鲤鱼 但我相信啊,高潮在后面 因为明天吧,我的打卧船就到了 一定要挑战一条大青鱼吧 再走 二三十斤就可以了 看看这景色 这怎么大早晨就吃饺子 剩点韭菜馅给它包了 今天全天吃饺子啊 今天全天都吃饺子 剩了一点韭菜馅啊 咱们把它包了 看看这些腊肠,腊鱼 腊肉的吗,没挂上 一会儿挂 看看现在,年味十足啊 再加上南昌江的风景 又到中午了 咱们这个大鲤鱼也腌制好了啊 还是把它分解开,这样的话好腌也好亮 还有这么多腊肉啊 这条呢就是咱们那条酒精七两那个啊 对对对,第一条 看看,两片啊 我相信啊,咱们再做这么一两次 咱们就会做了 开始准备晚餐了啊 这是一只鸭子 呃,是广东的 扫馆,刘大嫂给的 广东扫馆刘大嫂送我的那只鸭子啊 一直没舍得吃,留到现在了 咱们也没有啤酒 做不了啤酒鸭 咱们就做酱油鸭 哈哈哈哈 好了,朋友们 已经到下午的两点钟了 咱们把这期视频的收尾马上上船 跟大家分享 这一次咱们游钓云南 可能马上就要进入高潮了 因为接下来呢 不只是我的大卧船 呃,到位 咱们挑战大鲤鱼 呃,还有我新疆的小刘兄弟呢 这三两天呢 也会到位 然后呢也是 呃,挑战这个大鲤鱼 还有呢就是四川 我的一位好哥哥 呃,成军游钓 我相信啊很多老朋友都知道 那么成军游钓老哥哥呢 是专门挑战大鲤鱼的 无论是从技术上 从经验上 都是非常丰富的 多年来呢 我一直都想找成军大哥呢 去学习 呃,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经验 那么刚才呢 我们也通过电话 呃,应该几天后吧 很有可能也会来 如果说 成军大哥也来了 那咱们呢 可能会多开一些直播 春雨呢就更有底气 去跟大家分享 如何的 去挑战大鱼 好了朋友们 呃,上午的分享 就这么多 下午 咱们继续